嗨 大家好 我是NICO 我這次要跟大家開箱分享的是一個居家護理 我覺得是照料牙齒非常重要的一個小幫手 就是IQ這個牙齒 這個超可愛的 而且它非常輕巧 而且使用度非常的高 而且呢使用的方式超級簡單 我覺得家裡面呢 不管是有大人小孩還是有長輩們 我覺得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我現在來開箱這個給你們大家看 裡面內容物呢就會有一個收納袋 打開 主機 之後呢還會有一個 它鏡子呢這個就是有一個是一般的鏡子 一般的鏡子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有十倍放大 十倍的超級大的十倍放大 可以讓你看得更清楚 充電線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說明書 那它說明書裡面呢 我覺得它講的也非常的仔細 像它這個畫就是 有看似怎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用檢測器去看到的話 你就知道說 喔牙齒喔原來是牙菌斑或牙結石 還是這種喔已經有要早期要蛀牙的狀況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就是 最主要就是可以去找專業的醫生 那它說明書裡面基本上呢 它使用方法它都是很簡單 都已經有告訴你怎麼用了 我是身為媽媽 所以呢我很擔心就是 小朋友呢自己刷牙沒有刷乾淨 那由我們大人呢去幫忙刷牙 這個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在上小學之前 在幼稚園啊還是在baby的這個時候 刷牙這個階段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有些會喝牛奶啊 喝什麼喝什麼吃什麼東西 或是吃一些甜食 這些都是會造成就是 牙齒蛀牙的問題之一 尤其是牙菌斑啊 它越疊越多層越來越厚的時候 它會變成超容易蛀牙的 所以呢這台iQ的牙式椅呢 我就是要分享給你們大家 使用的方式超簡單 它另外一面是一般的鏡子 另外背面就是十倍的放大鏡 它使用的方式 只要你把這個放在嘴巴 這可以照出你牙齒的狀況 可以去看一下你的牙齒的外觀啊 那個牙縫啊還有牙齒的表面 看有沒有牙結石 或者是牙菌斑還是快要蛀牙的牙齒 那我照片上面呢我就是有放一張 就是有一顆牙齒特別白 它那個就是快要蛀牙 它是剛好呢我剛好有預約 就是要洗牙每半年洗牙一次嘛 那我就有問醫生說我這顆牙齒是不是快要蛀牙了 就是蛀牙的前照 那後來醫生幫我做了檢查之後呢 確實是沒有做牙的狀況 所以也讓我放心了許多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刷牙前照一次 還刷完牙後再照一次 另外呢我一定要講的就是有戴牙套的朋友們 這一台我非常推薦給你們 因為戴牙套真的很難清理牙齒 因為我自己本身以前就有戴過牙套了 那如果你現在正在試戴牙套的人呢 我覺得這一台就非常適合你 可以去檢查你自己牙齒的狀況 就是要快要蛀牙了趕快請醫生處理 因為戴牙套的人呢就是東西啊 食物的殘渣很容易卡在縫縫 或是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可能你刷牙的時候 可能沒有刷得非常乾淨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刷牙習慣都不同 方式也都不一樣 所以呢我想要提倡就是說 這一台呢全家人都可以用 他不管任何的年齡層都可以使用 就是有點像是在家裡面的刷牙的助手 他不是說醫療行為還是什麼樣子 但是如果你的牙齒有任何狀況的話 還是必須要去找專業的牙科醫生去做處理喔 妹妹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那妹妹請你示範一次 好喔 那照燈 嘴巴長大 一樣一 他是不是可以檢查牙齒 對 檢查牙齒才不會有細菌喔 比較不容易助牙 可以知道自己刷牙有沒有刷得乾淨對不對 對 對 是 對 是